哎,我真的是快要被气死了,我叫林芳,已经结婚五年,和丈夫刘强在城里有个两居室,房子是婚前他买的,结婚的时候,我也没想太多,想着既然两个人在一起,那就要好好过日子,没什么计较的,我们俩都是普通上班族,工作都不算轻松,但生活还算稳定,日子也过得去。 可最近,刘强突然说要一致过日子,真是把我气得脑门直冒火,这事是前几天发生的,当时我们吃晚饭,我煮了一大桌子的菜,他倒好,吃饱了拍拍肚子,突然冒出来一句,以后咱们家还是爹爹志吧,生活开支我一半,你一半,这样更宫廷。 我一听,筷子差点没掉地上,心里一下子冒火了,你说什么?咱们都是夫妻了,还分什么,也一致? 他淡淡地说,我觉得这样更好,毕竟你也有工作,不是吗? 而且,这样你也能明白钱有多难赚。我气得话兜了,这五年里,我挣的钱几乎全花在了这个家上,什么柴米油盐,房子的装修,还有我们每年回家过年给两边家里的孝敬钱,几乎都是我出的大头。 可我心甘情愿,毕竟是夫妻嘛,谁计较这些?可他倒好,居然还敢提什么,一致。 我放下筷子,忍不住反问他,那家务呢?你是不是也要跟我分一半?做饭,洗衣,打扫,照顾爸妈这些,你也分一分。 他一听,脸色有点不自然,但还是装作没事,咱们可以商量吗?谁有空谁做?我觉得挺合理的。 我真的是气得心脏都快炸了。 更气人的是,他居然还说这是他和他妈商量过的。 说到这,我心里就更不舒服了。 他妈,刘强的亲妈,也就是我婆婆,平时虽然话不多,但明显对我这个儿媳妇不怎么满意。 不是嫌我做的菜不好吃,就是觉得我对他儿子关心不够。 可是,刘强从来不管这些,总觉得我应该体谅他妈,说老人家年纪大了,别计较。 我忍着气,没再说什么,可这事还没完。 第二天,婆婆带着小姑子突然上门了。 小姑子刘娜比我小两岁,刚毕业没多久,一直在找工作, 婆婆说让他先在我们家住,方便找工作。 婆婆呢,也一脸理所当然,说他正好可以帮我们照看家务。 我心里窝着一团火,但也不好当着刘强的面发作,只能点了点头,那你们住吧。 可我心里明白,他们这一住,麻烦可就来了。 果不其然,婆婆和小姑子一来,家里立马乱了套。 婆婆天天指手画脚,我做什么她都不满意。 小姑子也不懂事,整天,房间乱得跟狗窝似的,我刚收拾完,她又弄乱。 我忍了几天,心里已经快憋不住了。 一天晚上,刘强下班回来,我把她拉到一边,压着声音问,他们什么时候走。 她一脸不耐烦,我妈和妹妹来住几天,你至于这么计较吗? 我气得直咬牙,这不是住几天的事,他们这住下来就没个头了。 她倒是轻松得很,不就是多几个人吗? 家里有地方,住就住呗。 我简直要气晕了,这都什么话? 这是我的家,还是他们的? 我看她那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心里一下子凉了,没再和她多说什么。 当天晚上,我在网上挂了个房子出租的消息。 第二天一早,我就找了个,把家租了出去。 中午,婆婆正在厨房里忙活,小姑子窝在沙发上玩手机,我冷静地对刘强说,你不是说咱们掖掷吗? 那这房子,我也有权处理。 我已经把它租出去了,你们可以搬走了。 刘强愣住了,你开什么玩笑? 我冷笑一声,你觉得我像在开玩笑吗? 刘强反应过来,脸色顿时阴沉了,你疯了吧? 这可是我的房子,你凭什么出租? 我站起来,盯着它,一字一句,你既然提了一致,那这个家,我也有权做主。 既然大家都不高兴,那就各自过各自的日子。 婆婆听见了,匆匆从厨房走出来,问,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还吵起来了? 我看了她一眼,没什么好解释的。 妈,房子我租出去了,过几天,租客就要搬进来,你和小娜得尽快找地方住。 婆婆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你这是赶我们走吗? 我心里早已经寒了半截,冷冷地说,是你们逼我的。 婆婆一时语色,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我们是你家里人,住几天怎么了? 你这么对我们,刘强还能受得了你。 刘强也站起来,气冲冲地对我吼,你今天非得把事情搞到这个地步吗? 就为了个破A质? 我心里酸得不行,声音却一点不抖,是你先提的A质,既然你想分清楚,那我就分个彻底。 家里气氛一下子凝固了,婆婆和小姑子都不说话了,刘强沉着脸看着我,眼神里透着陌生的冷漠。 几天后,婆婆和小姑子终于搬走了,我的家重新。 我知道,事情再也回不去了。 房子重新了,可我心里却没有一丝轻松。 刘强好几天都没怎么跟我说话,他晚上回来的晚,吃完饭就直接回卧室,也不跟我交流,整个人就像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我们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那种冷漠的气氛让人窒息。 我知道,事情真的变了。 第二天晚上,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压抑的气氛了,等刘强吃完饭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我走过去,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我们聊聊吧。 刘强头也没抬,冷冷地回了一句,聊什么? 聊聊咱们的事,我站在他面前,直视着他,他终于关掉了电视,转头看着我,有什么好聊的? 不就是因为那点破事吗? 你不是已经租了房子,赶走了我妈和我妹,还想怎么样? 我心里一阵火气往上冒,但努力压住了,你觉得我想这么做吗? 从结婚到现在,我从来没说过你妈或者你妹不好,你也清楚他们住在这里,对我来说有多不方便。 可你呢? 你就只觉得我是在赶他们走。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刘强皱起眉头,眼神里透出不耐烦,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我妈年纪大了,我总不能不管吧。 还有我妹,找工作这么难,你让我把她赶到外面去睡大街。 我心里一阵无奈,声音也忍不住有些激动,我不是让他们睡大街。 我只是觉得,咱们是夫妻,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你从来不跟我商量,就自己做决定,你觉得这是对的吗? 你现在提A制,提什么公平?那家务活呢?你的家人呢?这一切你有想过怎么公平吗? 刘强,气氛瞬间变得凝重。 我突然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心里那根弦,似乎到了要断的边缘。 刘强,我问你一句话,你还想过这个家吗? 我直勾勾地盯着她,眼睛酸涩地厉害。 她愣住了,半天没有说话。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沉默。 我没再说话,转身回了卧室,眼泪再也忍不住涌了出来。 那天晚上,我睡得极其不安。 第二天早上醒来,刘强已经出门上班了,我坐在床边,呆呆地望着窗外。 突然手机响了,看到是婆婆打来的。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方方啊,婆婆的声音有些小心翼翼,你和刘强最近怎么回事啊? 昨天她回我家,脸色不太好。 我心里犯酸,但还是平静地说,妈,我们最近有些矛盾,没事的。 婆婆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你别生气,妈知道上次是我们住的时间长了点,影响你们了,刘强从小就听我的。 但我也知道你们是夫妻,有些事情她做得不对。 你别太放在心上。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婆婆会这样说。 我知道你和刘强感情一直挺好的,别为了这点小事伤了和气。 她叹了口气,家人嘛,总得互相体谅。 我没再说话,挂了电话,心里却说不出的滋味。 心号心号婆婆这番话让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心号心号,也许她并不是一直在针对我,也许她只是习惯了掌控刘强的生活,而我从未尝试过真正理解她。 但我的委屈还没消散,回音的问题也依然横跟在眼前。 婆婆打完电话后,我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站在窗边好久没动。 接下来的几天,刘强依旧很晚回家,我觉得我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甚至我自己也开始怀疑,这个婚姻到底还能撑多久? 心号心号感情的裂缝好像从来没这么大过心号心号。 有一天晚上,我实在忍不住了,给刘强发了条信息,晚上早点回来吧,我想和你谈谈。 她回了个嗯。 当天晚上,她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多了。 刚进门,她看着我有点僵硬地说,有什么话就说吧。 我看着她的脸沉默了很久,最终开口,刘强,我们的婚姻还在吗? 刘强明显愣住了,她没有立刻回答,过了很久,才低声说,我不知道。 这句话像一把刀狠狠扎在我心上,我从没想过她会这么回答。 我以为,即使我们再怎么吵闹,她心里还是有我,还想和我。 可现在,她竟然不知道。 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不敢面对? 我逼问道,刘强无奈地叹了口气,眼神里透着疲惫,我是真的不知道。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觉得你离我越来越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像是两条平行线。 我妈那边,我知道你不高兴,但我夹在中间也很难。 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这番话,一下子让我心头的火气全消了。 原来她也有无助和困惑,原来不是她不在乎,而是她和我一样,现在婚姻的泥沼里,找不到出路。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问她,声音里透着一丝无奈。 刘强沉默了一会儿,抬头看着我,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重新开始,从我们两个,不是我妈,也不是我妹,只是我们俩,好吗? 她说话的声音很轻,但那一刻,我突然看到了希望。 也许,婚姻真的不应该是彼此的消耗,而是找到问题,共同走下去。 我点了点头,眼眶湿润了。 婚姻有裂痕,但也有修复的机会。 我们那次的谈话之后,日子看似有了缓和。 刘强开始变得主动一些,晚饭后偶尔会和我聊上几句,甚至有几天早上,她还破天荒的起早,做了简单的早餐放在桌上。 她的这些变化,让我心里生出一丝安慰,觉得我们的婚姻好像终于有了转机。 可这种短暂的和平很快就被打破了。 事情是从一个周末开始的。 那天我正准备出门买菜,婆婆突然打电话过来。 芳芳啊,明天是你妹的生日,我打算晚上带她过来吃个饭,顺便住几天。 我握着电话的手一紧,心里不由地一阵烦躁。 这是她没跟我商量,直接通知我。 本来我以为刘强和我达成了共识,家里终于能清静下来。 可婆婆这句话好像把我们修补的关系又往前推了一步。 我尽量平静地回答,妈,您上次不是答应好了她,暂时不要来了吗? 婆婆在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然后有些不满地说,哎呀,你这话说的,亲人串门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你没找工作这事还没彻底定下来,我们住几天也没什么吧? 我心里的火蹭地窜了上来,她这么理所当然地把话说出口,丝毫没考虑我的感受。 我冷着脸挂了电话,走进卧室,坐在床边想了一会儿,决定还是和刘强好好谈谈这件事。 晚上刘强回来的时候,我把话题提了出来,你妈又要来住了,说是你妹生日。 刘强显然没有料到我会这么快提起,她脸上的表情僵了一下,然后干巴巴地说,那就让他们住几天吧。 我忍不住声音变大,你是不是又打算什么都不管了? 上次不是说好了,你妈和你妹别老住过来,这都多久了? 他们每次来就住好几天,我连点自己的空间都没有,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刘强昼眉,他们是我妈和我妹呀,有什么不能住几天的? 我气得胸口发闷,声音忍不住颤抖,你就想着你妈你妹,那我呢? 这是咱们的家呀,难道我一点话语权都没有? 你不要总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好吗? 刘强的语气也不耐烦起来,他们不过来住几天而已,你至于吗? 至于吗? 我几乎是吼了出来,你妈你妹在这里,我每天早起做饭打扫,他们什么都不帮,你体会过那种感觉吗? 我不是不愿意对他们好,但你们根本没在乎过我。 刘强沉默了几秒,最后烦躁地说,你真是无理取闹。 这句话像刀子一样扎进我心里,我忍了这么久的委屈,一下子爆发了,无理取闹? 我无理取闹? 好啊,那我成全你们,我明天把房子租出去,我自己搬出去住。 刘强一下子愣住了,没想到我会说出。 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惊讶和不信任,但我,他以为我只是气话。 可这次,我不是开玩笑,我转身回到房间,心里一片冷漠。 第二天一早,我就开始在网上发布出租信息。 其实,我一晚上都没怎么睡,脑子里反复盘算着这一步到底该不该走。 但越想,我越觉得必须给这段关系一个了结。 下午,有个租房的女孩来联系我,说她看中了房子,想过来看一下。 下午,我答应了。 刘强下班回来时,看到房子里多了个陌生人,脸色一下子变了。 她等了女孩走后,直接冲我喊道,你真的要把房子租出去。 你疯了吗? 我冷冷地看着她,我说了的,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既然你这么想和你妈,你妹住,那我让出这房子,咱们一人一半的生活费,各过各的。 刘强的脸色变得铁青,显然是被我的话彻底激怒了。 你还真是说到做到。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在破坏我们的婚姻。 我冷笑了一声,破坏婚姻。 你觉得我们现在的婚姻还完好吗? 从你提出一致开始,你就已经在往外推我了。 她愣住了,看着我,一句话也。 我站在她面前,心里无比清楚,这段婚姻走到了尽头。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会变成这样,曾经我们也有过甜蜜的时光,牵手走在街头时的幸福感,我以为会伴随一生。 可现在,连争吵都成了生活的全部。 刘强,我累了,我不想再吵下去了。 我低声说,声音里透着一丝疲惫。 她沉默了很久,才终于开口,你真的要这样吗? 我点了点头,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下来。 刘强垂下了头,神情复杂。 一阵沉默后,她终于叹了一口气,好吧,我搬出去。 我的心突然就紧了,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 我一时不知道是该松口气,还是该难过。 但刘强的话让我,这段婚姻真的走到了最后。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发呆,脑子里不断回放着的。 刘强的笑脸,我们的争吵,婆婆的唠叨,一切好像都变得,只有心里的疼痛是那么真实。 我知道,我放手了。 刘强离开的第二天,我正是和那个租房的女孩签了合同。 她很喜欢这套房子,我看着她开心的样子,忽然觉得有些心酸。 生活总是充满变化,曾经以为可以相守一生的感情,也许就在不经意间走到了尽头。 楚楚故事频道为您带来下一个故事。 你太会算计了。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精明的女婿。 岳父的怒吼在客厅里回荡,脸上的怒火仿佛要将我燃烧殆尽。 我没料到,事情会演变到这个地步。 一开始,这只是一个关于房子的提议。 我和妻子小玲刚结婚不久,岳父岳母那边家里有拆迁的好事,补偿了一笔巨款,足足二百万。 岳父岳母一辈子都是老实巴交的人,靠自己种地和小生意攒下点钱,突然得了这么一大笔钱,反而有些不知所措。 他们在村里生活得也挺好,但毕竟年纪大了,常听小玲说,岳父的身体最近不太好,应该考虑进城来住,离医院近,生活也更方便。 于是我提出了买房的建议。 爸、妈,这钱放在家里也不安全,不如拿出来买套房子,咱们全家住在一起,以后互相也有个照应。 我当时心里想着的是,既然他们的钱已经到手,肯定不能浪费掉,要是能用这笔钱在城里置办一处大房子,对大家都有好处。 嗯,买房子确实是个好主意。 小玲听了也非常赞同我的提议。 岳母是个心软的人,听了我们的建议后,心动了。 她拽了拽岳父的袖子,老头子,你看儿子说的也有道理啊,咱俩在村里住着也不方便,城里的房子以后孩子们也方便。 岳父沉默了一会儿,皱起眉头,似乎在心里颠凉着什么。 最后,她抬起头,脸上露出了些许犹豫,买房倒是可以,但这二百万,不能全拿出来吧。 我们手头也得留点房老。 我心里一沉,心想如果岳父岳母真的只肯拿出一部分钱,那买房这事儿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于是我换了一种语气,试图打消她的疑虑。 爸妈,房子是长久的投资,不会贬值的。 而且你们住城里,以后有病了,方便看医生,真是为你们自己考虑的。 我和小玲也不会让你们亏待的,你们搬过来,我们一起住,也能互相照顾。 您放心,钱不会白花的。 小玲在旁边点头附和,对啊,爸。 妈,这样大家生活都方便。 再说了,城里的房子以后还能升值呢? 升值,岳父扎扎嘴,显然还是有些不放心, 但岳母在旁边劝道,老头子,听孩子们的,咱也不用太操心了,他们懂得比我们多。 你看村里那些拆迁的邻居,有的已经在城里买了房了,日子过得挺滋润。 岳父终于松了口,行吧,我回头再跟你大哥商量商量。 他提到的是小玲的哥哥,我的大舅哥,家里的长子。 我有些不耐烦,心想这二百万本就是岳父岳母的,又不是大舅哥的,为什么还要跟他商量? 可这是他们的家庭传统,我也不好多说什么。 过了几天,岳父岳母终于打电话给我们,说已经和大舅哥商量好了,同意拿钱出来买房子。 我松了一口气,想着事情终于有了进展,但接下来的发展却让我措手不及。 我们一家四口坐在客厅,岳父表情有些严肃,小玲有点紧张地握着我的手。 岳父慢吞吞地说道,孩子们,房子的事我们考虑过了,确实要买一套。 不过呀,这笔钱,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拿出五十万来买房,剩下的一百五十万嘛,要留给你大哥。 什么? 我的脑袋嗡得一声炸开了,一百五十万全给大舅哥。 这是什么意思? 我瞬间有些恍惚,小玲也愣住了。 爸,为什么给大哥那么多? 他也有份吗? 岳父显得有些尴尬,但很快恢复了镇定。 你们也知道,你大哥结婚早,孩子也大了。 现在正是需要钱的时候,我们也得为他着想。 再说,钱是咱家的,总得分配一下。 我一时无语,心里却翻江倒海。 什么叫分配? 这些钱本来是岳父岳母的,我提议买房也是为大家好。 可现在倒好,二百万分成两份,儿子一百五十万,女儿五十万,怎么就成了分配? 小玲也不满了,爸,妈,咱们不是说好了,钱拿出来买房吗? 为什么大哥要拿那么多? 我们这边才五十万,根本买不起好房子啊。 岳母在一旁缓和气氛。 小玲啊,你得体谅你哥,他一直在外面打拼,日子过得也不容易。 你们年轻,有手有脚,以后还能多正点吗? 我心里不服气,凭什么他过得不容易就要拿大头。 可我知道,岳母已经开始为大舅哥辩解了,显然是向着儿子的。 我看向小玲,是以他冷静,但小玲哪里还忍得住,直接对岳父母说道, 爸妈,钱是你们的,可我们也有权利啊。 大哥自己也能赚钱,凭什么要拿那么多? 岳父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声音提高了几分, 你太小气了,钱我们给儿子是理所应当的。 难道让我们一分钱不给他吗? 气氛瞬间紧张到极点,我感到有些后悔,提起买房的事, 这似乎点燃了家里的某根导火索。 而岳父的怒火彻底爆发了, 我看你这个女婿就是太会算计,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 你们小两口住城里就不说,房子还想让我出钱, 这算盘打得真好。 岳母试图安抚他,但岳父的话已经如刀子般刺过来了, 我们辛苦了一辈子,钱想怎么花是我们的事,不是你们来指手画脚的。 你们是不是就想着把我们手里的钱都掏出来? 小玲已经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哽咽道, 爸、妈,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我们只是希望大家能住得好一些。 我看着岳父岳母的态度,心里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挫败感, 仿佛我们为了共同的生活做出的努力, 在他们眼里成了算计和利益。 正当局面陷入僵持时, 大舅哥推门而入, 他看了看沉闷的气氛, 笑着说, 哎呀,爸、妈,你们别吵了。 我刚从外面听说了些情况, 特意赶回来帮忙解决呢。 他一边说,一边挤过来, 坐在岳父身边, 脸上带着自信满满的笑容。 看他这副样子, 我的心情更加复杂, 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大舅哥一进门, 气氛一下子就变了。 他那种自来熟的样子, 仿佛根本没意识到 屋子里的紧张气氛。 他朝着我和小玲点了点头, 打了个哈哈, 哎呀,小妹,小妹夫, 咱们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呢? 别让爸妈为难。 我看着他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心里就不爽。 刚才我们明明在讨论 二百万拆迁款的事情, 结果他一进来, 这是好像突然就不重要了似的。 可我忍住了, 没有立刻发作。 大舅哥笑着坐到岳父岳母旁边, 拍拍岳父的肩膀, 爸,您也别生气, 小妹他们也是为咱们家着想, 提买房这事也没错。 毕竟城里住确实方便, 您跟妈身体也都不太好。 岳父脸色缓了缓, 但还是有些不悦地哼了一声, 你倒是说得轻巧, 钱要是都用来买房了, 你们怎么办? 大舅哥摇摇头, 笑得轻松, 爸,妈, 我的事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我自己能应付。 这钱呢, 我觉得还是应该按你们说的来办, 咱们家也是一家人, 分配好没毛病。 分配好? 我忍不住问了出来, 哥, 你觉得怎么分才算好? 爸妈这钱本来是为了大家生活方便, 结果一开口就是给你一百五十万, 我们呢? 买房的钱还不够。 大舅哥看了我一眼, 脸上依然带着笑容, 但眼神里闪过一丝什么。 他仿佛没听出我话里的不满, 反而继续笑着说, 小妹夫, 你这话说的就有点狭隘了。 咱爸妈这么辛苦一辈子, 咱们做子女的, 难道不该想着他们怎么过得舒服吗? 我觉得, 房子不一定非得要那么大, 能住就行。 再说, 你们年轻, 有的是机会, 再努力几年, 也能买更好的房子吗? 小玲在旁边忍不住了, 声音发颤地说道, 哥, 话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提议买房, 也是为了爸妈考虑, 怎么就成了我们狭隘了。 一百五十万给你, 我们这边的五十万, 连个像样的房子都买不起啊。 大舅哥微微皱眉, 但很快恢复了平静。 小妹, 你别激动。 我知道你们的难处, 但你们也得为爸妈和我想想。 我家里两个孩子, 开销大, 压力也大。 你们俩现在还没孩子, 以后有的是机会赚更多的钱。 爸妈考虑到我的情况, 才会多给我一些, 这很合理啊。 合理? 我心里的怒火, 一下子窜了上来。 他凭什么觉得自己多拿钱, 就是合理? 难道我们就不需要生活吗? 哥, 凭什么你压力大就多拿? 我们也是爸妈的孩子, 凭什么我们只能拿那么点? 我有些控制不住情绪了, 直接问道。 大舅哥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 眼神也变得冷了下来。 小妹夫, 你这话说的就有点过分了吧? 我是爸妈的长子, 我承担的责任你知道吗? 你们只是提议买房, 但你想过没有? 我以后要照顾爸妈养老, 孩子上学的费用也高得吓人。 这二百万是爸妈的, 他们有权利决定怎么花, 你们不能只想着自己。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责备, 仿佛我们提要求, 就成了自私自利。 而我心里那股怒火再也压不住了, 冷冷说道, 养老的事我们也会管, 不能全推到你头上。 房子的事是我们为爸妈着想, 结果你一来, 倒变成我们在算计了。 哥, 你是不是太双重标准了? 岳母赶紧出来打圆场, 拉着小玲的手, 急急忙忙地说, 别吵了, 别吵了。 都是一家人, 何必为了这点钱伤了感情? 房子嘛, 买小一点就行了, 以后条件好再换。 大舅哥他们压力确实大, 你们小两口也别计较了, 五十万虽然少了点, 但将就将就, 也能过得去。 我看着岳母那焦急的样子, 心里一阵酸楚。 我们不是计较这点钱, 而是觉得这种不公平让人心寒。 凭什么大舅哥的压力大, 生活难, 他就可以多拿。 我们两口子在他们眼里就不重要了吗? 岳父也跟着点头, 声音还是带着几分怒气, 你们要是不愿意, 钱我们可以不拿出来, 你们自己解决去。 这个家里不允许谁算计我们老人。 我被这句话彻底激怒了, 站起来说道, 爸、妈,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算计谁, 我们只是想要公平。 钱是你们的, 我们可以不拿, 但至少要一个道理吧。 小玲在旁边已经忍不住哭了出来, 爸、妈, 你们怎么能这么说我们? 我们也是你们的孩子啊。 为什么要这么偏心? 大舅哥建局是不对, 赶紧打圆场, 小妹, 别哭了。 爸妈也是为咱们好, 别让他们为难了。 你们这次就忍一忍, 日子总能好起来的。 我咬着牙, 看着岳父岳母和大舅哥的态度, 心里彻底寒了。 他们根本不关心我们的难处, 所有的考虑都是为了大舅哥。 我们在这个家里, 仿佛成了外人。 行, 既然这样, 那房子的事儿我们自己想办法。 我冷冷地说道, 然后拉着小玲站起身来, 准备离开。 岳母一见我们要走, 赶紧起身挽留。 哎, 别走啊, 别走。 你们还没吃饭呢, 事情慢慢解决吗? 大舅哥也赶紧说, 小妹夫, 你别激动, 咱们还能再商量商量, 别这么急。 但我已经不想再听他们的话了。 我知道, 这件事情的根本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他们从来没有把我们当作一家人来对待。 小玲哭着拉着我的手, 轻声说道, 我们走吧, 反正他们已经决定了, 我们再说什么也没用。 我点点头, 心里满是无奈和苦涩。 今天的这一切让我看清了很多东西。 我们再怎么努力为这个家庭做贡献, 也比不过大舅哥在他们心中的位置。 走出岳父岳母家的那一刻, 我心里涌上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 回到家后, 我和小玲坐在沙发上, 屋子里静得可怕。 小玲的眼睛红肿着, 显然还没从刚才的冲突中缓过来。 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叹了口气, 对不起, 今天让你受委屈了。 小玲摇摇头, 声音沙哑, 不是你的错。 其实我早该想到, 爸妈一直都偏向我哥, 只是没想到这次会这么过分。 我点点头, 心里也是说不出的酸楚。 我们的婚姻生活才刚刚开始, 却已经遇到了这样的考验。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但此刻, 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们必须自己站稳脚跟, 不能再依靠别人。 接下来怎么办? 小玲轻声问我。 我沉思片刻, 缓缓说道, 我们自己想办法买房, 不能再指望他们了。 以后, 咱们的生活要靠自己。 楚楚故事频道为您带来下一个故事。 你妈是不是住得有点久了? 夜深人静, 我正迷迷糊糊准备睡去时, 儿媳那轻轻的一句话, 像一根针一样, 刺进了我的耳朵。 我没想到平日里对我客客气气, 温柔大方的儿媳会在这么私密的时间里和儿子讨论我。 我的心猛的一颤, 刚想翻个身装作没听见, 却发现自己已经不由自主地平住了呼吸。 卧室的门关的不严, 隔着薄薄的一层木门, 儿媳的声音带着几分犹豫又掩藏不住的不满, 清晰地传了过来。 骂一个月退休金四千五百, 根本不够在老家请保姆。 你也知道, 她身体不好, 不能一个人在那边过。 儿子低声回应, 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 儿媳轻轻叹了一口气, 接着道, 我不是说妈不好, 可你看看现在的情况, 我们家两时一听, 孩子大了, 马上就要上学了, 我们得准备学区房。 你妈住在这儿, 站了一个房间, 咱们能怎么办呢? 我侧着身, 心里凉透了。 原以为在儿子家里住几个月是件天经地义的事, 尤其是我丧偶多年, 膝下只有一个儿子, 儿子儿媳对我孝顺, 住在他们家也是理所应当。 可没想到, 我成了他们口中的负担。 儿媳继续道, 妈退休金虽然不多, 但咱们给她找个便宜点的小房子, 或者老年公寓, 也不是不行吧。 你也知道, 我的压力多大, 孩子, 工作, 家里的支出, 哪一样不需要钱? 儿子的声音显得有些疲惫, 我明白你, 真的明白。 可妈一个人在家, 万一有个意外, 你让我怎么办? 我不能不管她呀。 听到这里, 我心中既酸楚又感动。 儿子是个懂事的孩子, 从小就很依赖我, 长大后对我也是有求必应, 从不让我为难。 可是她有了自己的家庭, 有了自己的压力, 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一己之愿, 让她的婚姻受到影响。 接下来的对话变得模糊了, 或许是我的心跳太快, 耳朵嗡嗡作响, 再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了。 房间里的空气忽然显得沉重, 我有种无法喘息的感觉, 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胸口。 清晨, 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 照在了床头。 我翻来覆去, 终究无法释怀昨晚听到的话。 儿媳平日里对我很体贴, 从不曾让我感到冷落或嫌弃。 她帮我整理房间, 陪我说话, 有时还一起下厨。 可现在想来, 那些微笑和关心, 背后也许都藏着她的难言之隐。 我沉默地坐在床上, 脑子里不停地回想着该怎么做, 既不让儿子为难, 又不至于让自己太难堪。 房门外传来儿媳轻轻地脚步声, 她应该是起床准备给孩子做早饭了。 我犹豫片刻, 终究没有走出去, 而是决定在想想。 早餐的时候, 餐桌上依旧是往常的温馨氛围。 儿媳端出热腾腾的小米粥和包子, 笑着对我说, 妈, 今天我特意去买了您喜欢的豆沙包, 快趁热吃。 她的笑容一如既往地真诚, 眼里看不出任何昨晚的纠结。 我心头一阵刺痛, 却依然笑着点了点头, 好, 好, 儿媳妇, 你有心了。 儿子坐在一旁, 面色有些沉重, 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我们一家三口围坐在小小的餐桌旁, 孩子还在熟睡中, 空气中弥漫着粥的香气, 一切仿佛都和平常无异。 可只有我知道, 那些看不见的裂痕正在悄然蔓延。 几天后, 我决定和儿子谈一谈。 儿子, 妈想跟你商量个事。 那天晚上, 等到儿媳带着孩子睡下后, 我找了个机会叫住了儿子。 他刚刚从书房出来, 脸上写满了疲惫。 我忍不住心疼, 儿子这些年为了这个家, 真是操碎了心。 他停下脚步, 关切地问, 妈, 什么事?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我摇了摇头, 不是妈的身体, 是妈想了想, 觉得是不是应该回老家了。 你们年轻人, 有你们的生活, 妈, 不能总打扰你们。 他愣了一下, 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复杂。 妈, 你怎么突然说这个? 你住得好好的, 回老家干什么? 妈知道你们压力大, 房子也不大, 再说孩子也要上学了, 妈不能老站着你们的地方。 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轻松些, 但心里却有说不出的苦涩。 儿子皱起了眉头,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妈,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我低下头, 沉默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轻声说道, 是, 妈知道你们不容易。 你们有你们的生活, 妈是老了, 但也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 儿子顿时急了, 妈, 你怎么能这么想? 我们从来没觉得你是负担, 你在这儿住, 我们都很开心。 你一个人回老家, 我不放心。 我摆摆手, 叹了口气, 儿子, 妈老了, 懂得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你和你媳妇也是为了孩子好, 妈能理解。 你们不用担心我, 老家还有熟悉的环境和邻居, 妈在那儿生活没问题的。 她看着我, 眼神中满是挣扎和不舍, 最终还是轻声问道, 妈, 您是真的想走吗? 嗯, 我点了点头, 笑得很平静, 妈想了好久, 还是老家适合我。 接下来的几天, 我开始悄悄整理东西, 把一些不用的物件收起来, 想带回老家。 这些年和儿子儿媳一起生活的点滴 也涌上心头, 多少让我感到不舍。 然而, 我明白, 终究要离开这个家, 不仅是为了他们, 也是为了我自己。 儿媳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但她并没有主动问我。 只是每次见到我整理东西的时候, 她都会不经意地过来帮我收拾, 偶尔笑着说, 妈, 您是不是又要打算扔什么? 我帮您看看哪些留着有用。 她的态度依旧是那么温和, 可我知道, 她的心里一定也在庆幸。 我没忍心揭穿她, 反而有点感激她这种不言不语的默契。 或许, 我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维持着最后的体面。 临近离开的那天, 我终于把决定告诉了儿媳, 妈, 您说什么? 她手里还拿着刚从厨房里端出来的碗, 听到我的话, 整个人愣住了。 妈是说, 打算回老家住一段时间了。 我尽量用轻松的语气重复了一遍, 笑着对她说, 你们也不用担心, 妈身体没事, 只是觉得老家那边还是习惯些。 儿媳这次反应比我预想得要大, 她放下手里的碗, 急急忙忙地走过来, 语气里透着焦急, 妈, 您怎么突然说要回去呢? 是不是我们做得不好? 还是有什么地方让您不舒服了? 您别这样啊, 您一走, 家里都冷清了。 她的脸上带着真诚的焦虑, 眼神里竟然真的闪过了一丝不舍。 我看着她那样的表情, 心里忍不住又有些动摇,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误会了她之前的那番话。 也许她真的是无心的, 或许那只是一时的抱怨。 不是你们做得不好, 我连忙摆摆手, 笑着解释道, 妈只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总住在这里, 不太合适。 你和你儿子也需要更多的私人空间, 孩子也快要上学了, 你们需要为他多做打算。 儿媳皱着眉头, 声音中有些委屈, 妈, 您别这么说, 我们早就把您当成家里的一部分了, 哪有什么私人空间不空间的。 您住在这儿, 我们都习惯了。 再说, 您回老家, 一个人多不方便, 我们也不放心啊。 这时, 儿子从外面回来了, 他听到我们在谈话, 眉头轻轻一皱, 似乎已经意识到我要说什么。 果然, 他一进门就看向我, 语气带着几分焦急, 妈, 您这几天一直忙着收拾东西, 是不是打算真的要回去了? 是啊, 我点了点头, 平静地看着他, 妈这几年住在你们这里, 也够长了, 还是觉得老家那边更适应。 而且, 老家空气好, 乡亲们也都熟悉, 没事还能串门, 你们不用担心。 儿子眉头皱得更紧了, 语气中透着无奈, 可是妈, 您一个人在老家, 万一有点什么事怎么办? 这次回去, 您打算一个人过日子吗? 不然让我们帮您请个保姆。 儿媳也连忙附和道, 对啊, 妈, 老家离城离远, 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 我们赶过去也得好几个小时呢? 要不咱们还是商量个折中的办法, 您住着别嫌麻烦。 我看着他们, 心里很复杂。 儿子是担心我, 这点我知道, 至于儿媳, 他的态度看上去很诚恳, 但我知道, 他心里肯定还是希望我能走。 他的话里没有错, 可我始终清楚, 我再住下去, 势必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压力。 于是我摇了摇头, 笑着说道, 妈自己一个人也能照顾自己, 你们放心吧。 老家那边邻居都认识, 谁家有个事也能照应。 请保姆, 不用不用, 妈在老家习惯了, 自由自在的。 再说, 咱们家就这么大点地方, 我再住下去, 你们都不好安排。 儿子听到我的决心, 脸色变得更加凝重。 妈, 您这是逼我吗? 我真的不想让您回去啊, 您住在这儿, 我们也方便照顾。 再说, 房子的问题我们可以慢慢解决, 孩子的事情我们也会处理好, 您不用担心。 我看着儿子的焦急样子, 心里很感动, 可我明白, 事情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我必须做出决定了。 不, 不是逼你, 儿子, 妈知道你孝顺, 但也不能让你们一家因为妈的存在而变得太辛苦。 我拍拍她的肩膀, 声音轻缓而坚定, 妈, 不是去别的地方, 就是回老家。 你们以后有时间了, 带着孩子回老家看看妈就行。 一旁的儿媳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柔声说道, 妈, 您要是真的想回去, 我们也尊重您的决定。 但您一定要注意身体, 有什么事情就给我们打电话, 别一个人硬撑。 她的语气变得柔软而真诚, 我听到这番话时, 心里终于有了一丝安慰。 尽管我知道儿媳或许依然希望我能早点离开, 但至少她在表面上还是表现得很体贴。 这样对我们来说, 或许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儿子还想再说什么, 但看到我一脸坚定, 最后只是叹了口气, 低声道, 妈, 您自己多保重, 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无论您在哪里, 咱们家都是您的家, 随时回来住。 我点点头, 笑着说道, 放心吧, 妈知道了。 你们也别太担心我, 老家的生活你们了解, 简单自在, 我还能自己照顾自己。 几天后, 儿子请了假, 准备送我回老家。 那天早晨, 儿媳帮我收拾好行李, 孩子在一旁蹦蹦跳跳地围着我转, 一会儿拉拉我的衣角, 一会儿撒娇让我讲故事。 看着这一切, 我忽然有些恍惚, 觉得这一别或许会是很久。 奶奶, 您下次什么时候来呀? 小孙子眨巴着眼睛问我, 眼里带着纯真的期待。 我摸了摸她的头, 笑着说道, 奶奶很快就会回来, 等你放假了, 咱们去乡下玩好不好。 那边有好多好玩的东西, 孩子立刻高兴地拍手, 好啊好啊, 我要去看奶奶养的小鸡。 我笑着点头, 心里却酸涩地厉害。 儿子把行李放进车里, 回过头来对我说, 妈, 路上注意安全, 到了给我打电话。 咱们不常去老家, 路不好走, 您千万别着急。 儿媳也跟了上来, 嘱咐道, 妈, 您到了那边有什么需要的, 随时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会定期回来看您, 您别觉得自己一个人在那边会孤单。 我微笑着点点头, 最后看了一眼, 这个曾经住了几年的家, 心中百感交集。 最终, 我还是转过身, 跟着儿子上了车。 汽车缓缓开动, 儿媳带着孩子站在门口挥手送别, 我也轻轻挥了挥手。 一路上, 儿子开车专注, 但我能感受到他时不时的沉默。 他大概在思考我的决定, 或者在回忆我们曾经相处的点滴。 车窗外的景色逐渐变得熟悉, 那是我年轻时生活过的地方, 街道、建筑, 甚至空气都带着记忆的气息。 回到老家后, 邻居们听说我回来了, 都热情地来帮忙, 七嘴八舌地关心我。 儿子也帮我把一切都安顿好, 确保我住得舒服, 然后才匆匆告别, 返回城市继续他的忙碌生活。 看着儿子离去的背影, 我心里既轻松又失落。 也许回到老家是最好的选择。 我想, 未来的日子, 我会在这个熟悉的环境中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楚楚故事频道为您带来下一个故事。 你们说什么? 你们要四十万? 话音刚落, 我的手不自觉地捏紧了包带, 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 这不是个小数目, 但真正让我震惊的不仅仅是这笔钱, 而是眼前站着的那两个人, 我的父母。 从小, 我和他们关系并不亲密, 父亲性格刚硬, 母亲沉默寡言, 我们之间的交流始终不多。 或许是成长环境的不同, 我总觉得自己和他们的观念格格不入。 但我从未想过, 我们之间的矛盾竟会以这样的方式爆发。 一开始, 他们主动联系我, 说是有失商量。 我知道父母年纪大了, 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原以为这不过是关于赡养的问题。 我作为独生女, 赡养父母义不容辞, 我早有心理准备。 于是我没有多想, 便订了票回了老家。 回到家后, 见到父母的第一眼, 我心里不禁有些酸楚。 岁月在他们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 曾经高大的父亲如今略显沟楼, 母亲的眼神中也失去了往日的锐利。 无论我们曾有多少争执与不满, 他们毕竟是生我养我的人。 这让我暗下决心, 要好好解决他们的赡养问题, 尽可能让他们在晚年生活舒适。 父母坐在我面前, 先是叙叙叨叨说了些家常话, 问我工作和生活情况。 然后, 话风一转, 父亲终于开了口, 你也知道, 我们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 赡养的事情, 我们商量过了, 觉得一次性解决比较好。 一次性? 我有些诧异, 赡养费通常是按月支付, 或者遇到特殊情况额外给付。 我听说过, 有人提出一次性赡养, 但并不常见。 母亲点点头, 接过父亲的话, 是的, 我们想了想, 不想每个月都找你要钱, 麻烦你。 一次性父亲, 大家都方便。 我理解父母的意思, 确实, 按月支付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会带来麻烦。 我思索了一下, 问道, 那你们大概需要多少? 我原以为, 他们会提出一个合理的数字。 毕竟, 我知道他们的生活水平, 也曾给他们打过钱, 帮忙应急。 然而, 父亲抬头看着我, 直接说, 二十万。 二十万? 我试图保持冷静。 这笔钱对我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但我想着, 这是一生的赡养费, 如果能让他们生活舒适, 我可以接受。 好, 二十万, 我同意。 我下定决心, 准备回去凑齐这笔钱。 可就在我松了一口气, 以为事情就此结束时, 母亲忽然插话, 其实我们想了一下, 二十万还是不够的。 你爸最近看病花了不少钱, 我们俩年纪大了, 医疗费还得准备一部分。 我们合计了一下, 四十万比较合适。 我愣住了, 四十万, 刚刚还说二十万, 怎么突然就翻了一倍? 我的心里顿时充满了不安和疑惑。 妈, 你们刚才不是说二十万就够了吗? 怎么现在又变成四十万了? 我问, 语气里已经带上了隐隐的质疑。 父亲的脸色一下子冷了下来, 低声道, 我们也是为你考虑, 别到时候我们生病了, 天天找你要钱。 还不如一次给足了, 大家都省心。 母亲点了点头, 附和道, 对呀, 钱放在我们手里, 也省得以后有个万一, 你还得从工作里抽身出来。 我的心跳越来越快, 脑子里乱成一团。 确实, 我不否认他们有这种担心, 但从二十万到四十万, 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 再者, 作为他们的女儿, 我愿意为他们负责, 可现在的状况却让我感到 被强行推到了一个 无法喘息的位置上。 爸、 妈, 我理解你们的担忧, 但是四十万实在太多了。 我咬着牙, 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 你嫌多? 父亲突然声音提高, 语气里夹杂着一丝怒意, 你一个月挣那么多钱, 四十万对你来说难道很难。 我, 我顿时哑口无言。 接着, 母亲也不甘示弱地说, 你现在挣得不少, 我们是你的父母, 这点钱你都不愿意出, 将来我们怎么办? 空气瞬间变得沉重, 我能感觉到父母的情绪 在逐渐激化。 我从未想过, 这本该是关于赡养的平和对话, 却变成了一场争吨。 不客气, 什么意思? 母亲叹了口气, 轻声说, 我们已经决定了, 如果你不给这四十万, 我们就去法院起诉你。 我觉得天旋地转, 竟然要起诉我, 起诉我, 我差点笑出来, 眼神里透出不敢置信, 妈, 爸, 你们是认真的吗? 我是你们的女儿啊。 父亲冷冷地看着我, 不论是谁, 该尽的责任就得尽。 你不愿意拿这四十万, 那就法庭上见。 话到此时, 我心里又酸又痛。 我原以为回家是为了达成一个合理的赡养协议, 可事态发展到了这一步, 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 好, 我强忍着心里的委屈, 站了起来, 盯着他们, 你们要去法院起诉, 那就去吧。 说完, 我转身离开了家, 不乏凌乱, 心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 我不敢相信, 事情会走到这一步。 几天后, 我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父母真的起诉了我。 可是事情并没有按他们想的那样发展, 法院根据我的经济情况, 最终判决我每个月支付八百元赡养费。 当我拿到判决书的时候, 竟然感到了一种复杂的解脱感。 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的父母, 曾经以为血浓于水的亲情, 如今却变成了一场利益的较量。 事情的变化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 而我只能无奈地接受。 当我站在法院外, 手里握着那张判决书时, 心情有些复杂。 这八百元虽然数额远远低于父母最初要求的四十万, 却依然让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感。 毕竟, 他们是我的父母, 而如今, 我们竟然对不公堂。 几天后, 我收拾了心情, 决定再回老家, 和他们谈谈。 我心里想着, 不论如何, 我都希望能修复我们的关系。 钱虽然已经解决了, 但感情不能就这样断了。 回到家门口时, 母亲正在门口包着葱。 她看到我, 神色微微一变, 手中的动作也停了下来。 我走上前, 试图打破僵局, 妈, 我回来了。 母亲抬头看了我一眼, 声音冷淡, 回来做什么? 法院都判了, 没什么好说的。 她的态度像一盆冷水泼在我的心上, 但我还是硬着头皮继续说, 我不是为了钱的事回来的, 我只是想和你们谈谈。 母亲没有回应我, 继续低头包葱。 我站在那里, 空气中充满了尴尬和冷漠。 片刻后, 父亲从屋里走了出来, 她看到我,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只是冷冷地问, 你还有什么事? 爸, 我想和你们聊聊。 我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中的不安, 我知道你们对我有意见, 可是我们是家人, 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父亲皱起眉头, 似乎对我的话感到不耐烦,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聊的。 法院已经判了, 你每个月给八百块, 其他的事不用你操心。 我心里一阵酸楚, 但仍旧不想放弃。 爸, 妈, 钱的事情我已经按照法院的要求在做了, 但我希望我们还能像一家人一样好好相处。 毕竟你们年纪大了, 我也不想看到你们有任何不便。 母亲终于开了口, 语气依旧冷漠, 你说得好听, 可是真正有事的时候, 你又在哪? 我们老了,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你指望八百块钱就能让我们过得好。 她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讽刺, 刺痛了我的心。 我想为自己辩解, 却发觉无从开口。 是的, 这八百块确实无法让他们过上好的生活。 我也知道他们的医疗费用, 日常开销远不止这些, 但当初四十万的要求让我心有余而力不足。 妈, 爸, 我不是不愿意给你们更多的帮助, 只是四十万对我来说实在太多了。 我声音发颤, 心里充满了无奈, 如果你们需要钱, 我可以再给, 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我都会尽力。 父亲冷冷地看着我, 说到底, 你就是不愿意一次性给钱。 我们老了, 你以为每个月八百块就能让我们安心养老。 爸, 不是这样的, 我急忙解释, 我只是希望能有一个合理的方式。 钱我可以再给, 但是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谈, 不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问题。 母亲, 母亲抬起头, 眼神里透出一丝厌倦, 谈。 你说的谈, 就是让我们接受八百块, 然后乖乖等着吗? 你难道不觉得, 这对我们来说太少了吗? 我咬了咬牙, 内心的纠结已经快让我崩溃。 是的, 我知道八百块太少了, 但问题是, 我也不能一下子拿出四十万。 难道我们之间就没有一个可以妥协的中间点吗? 爸, 妈, 我可以每个月多给一些, 或者遇到你们需要用钱的时候, 我可以随时给你们补贴。 我语气低了下来, 几乎是请求地说, 我们真的不该闹成这样。 父亲哼了一声, 转过身不再看我, 母亲也没有再继续和我争论的意思。 似乎在他们心里, 已经认定了我是个不孝的女孩。 连基本的赡养都不愿意承担。 我深吸一口气, 继续试探性地说, 如果你们觉得八百块不够, 我可以再商量看看能不能每个月给多一些, 比如一千, 或者一千五百。 父亲忽然转过身, 声音中带着愤怒, 你这是在施舍我们吗? 你以为我们是乞丐吗? 每个月一千五百够干什么? 看个病都不够。 她的怒火让我一时雨色, 母亲在一旁轻声叹气, 似乎对这一切都感到疲惫。 空气中弥漫着沉闷的气氛, 像是一层无法打破的尖兵。 就在我感到无计可施的时候, 突然, 旁边的小路上传来了一个声音, 老李, 怎么了? 谁惹你声这么大气? 我抬头一看, 是村里的老邻居刘叔。 他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 虽然我们家和他的交往不多, 但他一直是个热心肠的人。 刘叔走过来, 手里还拿着一袋刚从集市上买回来的菜。 父亲看到刘叔, 脸色缓和了一些, 但还是带着不满。 哼, 还能有什么事? 自家女儿都不管我们, 谁管? 刘叔一听,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转头看着我, 关切地问, 小李啊, 这么久没回来了, 怎么回事和你爸妈闹矛盾了? 我点点头, 苦笑了一下, 刘叔, 事情有点复杂。 爸妈对我有些不满,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好。 刘叔挠了挠头, 随即拍了拍我的肩膀, 哎呀, 家里人嘛, 哪有隔夜的愁。 你爸脾气是急了点, 但你别太放在心上。 父亲听到这话, 脸色依旧难看, 你别替他说好话。 他能记得每个月给八百块就不错了, 还指望他。 刘叔一听这话, 愣了一下, 八百块? 这是怎么回事? 我尴尬地站在一旁,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刘叔见我不说话, 又转向父亲, 老李, 赡养的事情得有各度, 别把孩子逼得太紧。 八百块确实少了点, 可也不能光想着拿钱, 你们两口子要是有什么实际的需求, 可以和孩子好好商量。 母亲叹了口气, 低声说, 我们也不是不讲理, 就是希望他能一次性拿出四十万来, 我们老了, 也不想每个月都来要钱。 刘叔听到这话, 皱起了眉头, 一次性四十万。 这对小李来说, 确实是个大数目。 你们也该为孩子着想, 别什么都想一口吃个胖子。 我感激地看了刘叔一眼, 他显然看出了我的难处, 正为我打圆场。 可是父亲的脸色依旧不太好看, 他沉默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开了口, 我们不逼他, 可是你看看现在的情况, 生活不容易, 万一有个病痛, 靠八百块能解决什么。 刘叔点了点头, 老李, 你说的没错, 钱是个大问题, 可是我觉得咱不能光盯着钱看。 小李这孩子愿意尽小, 你们也得给他个机会。 我听着刘叔的话, 心里稍稍感到了一丝缓解。 他的这番话, 似乎打破了我们之间的僵局。 我趁着这个机会, 走到父母面前, 诚恳地说, 爸、妈, 我明白你们的担心, 我也会尽力帮助你们。 但我们可以坐下来 商量一个更合理的方式。 我不想我们一直这样闹下去。 母亲抬头看了我一眼, 眼神里似乎有些动摇, 空气中有一种沉默的共鸣, 似乎每个人都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打破这场僵局。 刘叔轻轻拍了拍父亲的肩膀, 笑着说, 老李, 孩子都说得这么明白了, 你们也该松松口了。 以后家里有什么难事, 咱村里人也可以帮衬一下, 不用什么都压在小李一个人身上。 父亲沉默了片刻, 终于叹了口气, 哎, 算了吧, 你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难处, 我们也不想再闹了。